创始主席 这一讲是由朱伟仁先生主讲的 公司成长到另一个阶段将要如何的面对 那么公司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之前不曾遇到的一些问题 朱伟仁先生根据他多年的管理和投资的经验 分了五讲来为大家讲解 那么这五讲是第一个 什么是彼得原理 第二讲是创业者如何实施有效的程序管理 那第三讲就是公司和工作的范围 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第五讲 董事会究竟有多么重要 第六讲就是 为什么一切都取决于创业者的大气 下面您要看到的是由朱伟仁先生主讲的 公司成长到另一阶段将要如何面对的第一讲 也就是什么才是彼得原理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再次见面 这个彼得原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 做事情的第一本 讲商业的一本书 这个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 这个呢 这个是讲一个公司的职工 的事情 这个也可以连起来 说有公司成长的不同的阶段 彼得原理说 他就比方说 每一个公司的员工在那个时候 他可以一直往上升 一直升到一个职位 直到他不能胜任为止 所以他说当时的公司 在位的人都不胜任他的工作 因为他已经升到他 不能胜任的工作 单位正说 他里边说到 一个制造工 他升到领班的时候 他就找到最好的制造工 不一定是最好的领班 因为领班 不是做制造工 一个领班 他是领到人 但是不一定是最好的经理 因为他的工作不一样了 最好的经理 他在身上去 不一定是最好的副总裁 最好的副总裁 不一定是最好的总裁 因为同样一个情形 公司的团队 有时候公司 每个人每天 每个人都可以见面的话 一讲大家都知道 大家做什么事情 之后再成长到 每个人都要去管理 一个团队的时候 那团队做的事情 大家不了解的时候 又是一个另外阶段 那之后再往上 再一个情形呢 之后每个团队 就是一组人 有不同的经理的时候 那管理方法又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呢 就需要不同的程序来做 那这再往 再下去走的时候 他已经占领了一个 一个是打市场的时候 一个是保市场的时候 那个阶段完全不一样 那么很可能很多的时候 这个团队 在前一部分的时候 他非常有效 但是到下一部分 他发觉又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公司发展 企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是一定发生了问题 所以这个团就是说 我们如何的 要面对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整个 这个 这个 他 每公司每个阶段 他面对的这个 这个挑战 面对的这个 他们工作的这个 内容 已经 又进一步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是在企业 每个企业都常常碰到的 在碰到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话题